可侯 你好 沒事 奶奶 我的白孫子 奶奶 你怎麼來了 我要是不來 我怎麼知道你還進入長江呢 所以進來坐吧 像我啊 你也老當心 怎麼還沒有一個消息呢 妹妹 您就别担心 我能不担心吗 我这把老骨头 盼望的就是我的儿孙们成家立业 你看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不镇定谈个女朋友 奶奶 我想要安老师做我的嫂嫂 找女朋友的话 找安老师好不好 安老师 这个姓氏怎么那么熟悉 他全名叫什么呀 叫阿姨墨 小孩子不许乱说 要尊重安老师 我可不是小孩子了 我也没有乱说话 安老师又温柔又漂亮 大哥你怎么就不喜欢他 你这是安老师吧 这姑娘可真秀气 是我这个一行的这个 家家老师是吗 对 你家是哪的 今年有多大了 看你这么小 还在上学吧 奶奶这是人家自己的事 您就别操心 哎 对 现在我啊 奶奶呢准备过七十大事 你能不能请安老师也来参加呢 这我说了不算 也看人家愿不愿意吗 你能不能请安老师 安老师 我想邀请你来参加我的寿宴 我想邀请你来参加我的寿宴 你能来吗 你能来吗 好吧 你真好 你真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下课了 那准备吃饭吧 嗯 嗯 下课了 那准备吃饭吧 原来安小姐是莫一行的家教啊 以前都是误会的 很希望安小姐不要介意 那我们去吃饭吧 走吧 向罗 伯父伯母什么时候回来呀 他们会议延期 现在还不清楚 我爸想要我去家里的公司上班 但是我来不定主意 想问问伯母的意见 你自己的事情 问我妈妈做什么 我以前遇到任何问题 都是找伯母的 这次我也想问问她的意见 嗯 那你以后嫁人是不是也要问我妈 那当然 那你惨了 我妈妈最喜欢乔前面那个拉糊的 准备你只给她 小孩子吃饭不要乱说话 向罗 我朋友最近开了个夜总会 我去看了一下 觉得还不错 要不要今天过去坐坐 我昨晚开会 今晚是早点休息 这样 那你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 嗯 安老师 安老师 我们继续去上课吧 好 香油 伯父伯母也不在家 那我就先走了 改天再来 嗯 嗯 你看看 我去说 有一个